Blender快速入門 好 第一節我們要講的就是Blender Blender是一套免費的3D軟體 其實它現在已經 流行正直 很多人都可以學這套軟體 而且它是免費的 他們官網上 它就可以在它的官網 Blender 就可以有免費的下載 目前已經到更新到2.93版 然後這裡 進到這裡後 可以直接我們這裡下載它是Windows的 安裝版 下面會有其他像蘋果的啊 Linux這種系統的版本 就可以下載 然後這裡Windows它有兩個版本 可以 Portable就是免安裝版 跟安裝版 免安裝版它就是一個 ZIP我們就可以把它解壓說 後放在USB去使用 像我的話我會是使用 Portable版 因為其實它更新很快 我用這樣的方式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這些 在我的版本管理其實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管理 好 大家可以下載來 試試看 好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進入到Blender 好 我的電腦現在裝的是2.92的版本 好 這裡它就是一些 這裡的介面其實 創建新檔的一些預設模式 一般我們創建都是General 如果我們沒有再去做更改 的話就會是General的版本 然後這一次我最近也有使用的一些版本 好 我們這樣點一下 我們就進入到Blender 好 一開始我們來講一些關於Blender的一些 介面 像我們在畫面最中間的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3D視窗 我們按著中鍵 就可以旋轉我們的畫面 我們就像一個攝影機 然後我們看這個畫面 旋轉 好 按中 滑鼠中鍵 然後我這裡我把 快捷鍵開起來 那你們就可以知道我做什麼 按著中鍵 長按就可以旋轉 按著Shift可以做平移 我們按中鍵上下動 左右轉動 其實這樣的話我們其實對 這個畫面其實就可以做 基本的視角的 可以觀看這個畫面 的東西 好 這是最 關於最基礎的 畫面操作 好 這是我們的3D視窗 好 在右邊這裡它是關於它 Bender的資產 它這裡有一個Synth Collection Collection的話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資料夾 它這個 我們整個Bender這個大的檔案 這個場景 現在這個場景中 有一個Collection它裡面 還有 攝影機 CAMERA 橘色 一個盒子 Cube 跟一個燈光Light 所以在這個Collection 在這個資料夾中 這三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樣資料夾可以把它 這裡開關 好 下面這裡是關於 Bender一些Property的參數 關於 是你場景的 我們要算圖的參數 我們算圖引擎 TV 或者是cycle 這之後我們有用到後 會再進一步說明 好 我們算圖的大小 品質 然後算圖的時間 好 我們算圖有沒有要分path 就分成算圖 就不至於 然後關於 場景的一些設定 像我們的攝影機 我們現在使用的是哪一個攝影機 因為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攝影機 所以其實沒有感覺 所以它其實還有一個 預設了啟動狀態的攝影機 關於我們的場景 我們的背景 World指的是背景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會會的這部分 背景 關於一些 我們選到物件的參數 物件的參數它的位置 參數 像這裡的參數 其實這裡 這裡按N 快點鍵N 這裡面板 它顯示的就是這邊的參數 這裡就 相通的參數 你可以開關 好 再來就是關於 下面的接下來就是 針對不同的物件 或不同的 屬性參數 針對模型類的話 它是綠色的這些 綠色的它針對這個模型 可以加一些 修改器 來做模型修改 像 然後 對物件的話 綠色就是關於一些 物件的一些參數 可以額外的設置 像攝影機的話 它是關於攝影機的設置 關於燈光 燈光的設置 至於它們身上 都會有一個這樣 像棋盤格 它是貼圖 可以針對上面做貼圖 攝影機我們可以上貼圖 模型上貼圖 它比較容易 它是一個物件 上面可以貼 就像我們 西藏果紙 把它包起來 讓它外表有一些圖案 燈光也是 燈光如果沒有的話 它是一個純色的燈光 可以把它貼成 有純色的東西 是關於參數的部分 然後左邊 左邊這裡也是關於 操作 一些操作性的 像我們剛才說 按了中鍵去旋轉 然後旋轉 平移 所以這邊的話 它這邊其實也是關於這樣 它是針對物件的操作 像我們這裡 這裡是框選 然後長按拉出來後 它就有一些其他不同的選舉 用拉索去框選 其他的 這裡 因為快速入門 我們就講一些我們平用的 我們用框選就夠用 Cursor Cursor這個是一個像 游標的東西 畫面世界中心這個 這個之後 單獨一配影片來做說明 好 這裡是 為 為 旋轉 縮放 這是針對物件的 最常使用的操作 這個部分 給它操作物件的時候 我們再來說明 Transform P P 這裡是 Panel Edge 這幾個 給它做工具 這裡我們就不講 好 在我們在做 操作3D軟體之前 它上面再來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模組 它這裡是介面的模組 就是我們畫面 我們介面在Layout 它這裡可以一些 畫面預設模組 基本上右邊參數都一樣 就是畫面中間 我們正在操作畫面 它有一些不同的介面 幫助我們 在使用 這裡可以 我們可以讓 直接切換的使用 或者是 我們可以自己去做編輯 它自己編輯要怎麼編輯 在每個視窗的邊邊 都有一個像一個小洞 一個縫縫 在點到這裡 的時候 的時候 我們 可以做 拖拉 像我們左右拖拉的話 就可以拉出額外的視窗 如果我們不在這邊 我們在邊上的話 就可以改變視窗的大小 像我們 這兩個視窗要合併 要怎麼合併呢 點著 點著中間的這個 嘲諷 然後拉到畫面中間 要被合併的地方 畫面就可以合併 所以像上面的這些 各種介面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去 去改出來的 就像這裡 modeling 的話 modeling這個 它其實就是沒有一個 時間軸的一個參數 所以就是 它就是等於是這樣 它 合併 畫面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就是變成跟models一樣的 畫面參數 像我們有阿爾其他的畫面呢 拉出來 那其他的介面 像我們這樣拉出來的話 它就是 3D的介面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 我們這個模型 然後這裡 我們要 這裡 上面最左上角這一個按鈕 其實它就是各種不同的 視窗 像我們這支3D的畫面 貼近到貼圖的編輯 或者是 合成 其實就是等於上面它一些介面 依照我們使用的時候來切換 這個部分 就 之後 在按鈕 練習的時候我們再來 做操作 就會比較知道我們要如何使用 好 再來 這裡我們先講關於 一般3D軟體 跟其實 跟World的這個超多軟體都一樣 我們像 左上角 file 這裡 打開啟新檔 跟開啟舊檔 這個都是一樣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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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rl-S 這個 基本上各個軟體都一樣 再來我們再講一些比較 重要會使用的單數設定 preference sugar 這裡 Face 像如果你們螢幕比較小的話 這裡 resolution and scale 我們可以把一些字的 大小去作 미국 跟改 這樣比較好觀察 那我就會維持一 一的大小 好這邊其實可以改語言啦 不過通常建議大家還是用原來詞的英文 因為其實大家在找資料的時候其實還是會用英文 雖然我們課程我會用中文去說明 但是大家為了讓大家之後找資源方便的話 我們還是維持用英文版本 好這邊 這裡其實這些參數我這裡都先不講 我們之後使用到一些外掛 add-on 或什麼參數會要的介面的時候我們再再來 可以讓你去管一些外掛的部分 好我們這裡有一個地方先改Keymap 這裡有一個Tab for PyMenu,PyMenuOnDraft 跟ExtraShading PyMenu 這幾個預設是沒有的我們都把它勾起來 這個是在為了要加速我們工作效率的一些快捷鍵的 常使用的這個大家建議 讓大家直接開起來 一定會用到 在系統 畢竟 Brander還是3D軟體 所以如果通常使用3D軟體還是我們會有GPU 我們的顯卡 如果我們有顯卡的話我們就切到Cuda這個畫面 我們把我們的顯卡勾起來 那其實之後我們在算圖操作的時候 其實它效能會比較快 所以就把它看過來 然後這裡UndoStep 預設是16還是32 這我不太記得 大家這裡可以把它開高一點 讓我們之後回復可以回復的成績比較多 當然這裡的話會比較好我們暫存 我這裡剛開始初學 我建議把它稍微開高一點 但不做錯還可以回頭 好 好 這裡 記憶體目前剛開始操作我們這裡還不會用到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操作 再來就是Save and Load 存檔 這裡 綠色沒有開 我們把AutoSave打開 這裡可以讓我們 它會自動備份檔案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有時候當機的時候 我們就會舊的檔案還在 或者是檔案損毀我們還有一些備份的檔案 像這裡我就每兩分鐘會存一次 建議把AutoSave打開 這樣的話我們都 比較不 當然我們自己檔案管理還是要自己處 好 這一罐是File Path 再來就是它讀取檔案的一些路徑 像它貼圖 這裡 裝斜線其實就是它讀取相對路徑 就是我們 Brand的檔案的旁邊 它就會讀取的檔案 我們字體就是它當然直接去抓C槽的 Windows的部分 這裡算圖它也是 接算在它的檔案旁邊 好現在我們現在這是一個新檔案嘛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沒有任何的感覺 而且加上AutoSave 它現在也不知道它存在哪裡 因為它還是像存在相對路徑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存一個檔案 SaveSave 然後存一個檔案 我們現在 我們就存在桌面 一個檔案 然後記錄 Tutor 然後這檔案存在這裡 這裡 這裡 這桌面 在Tutor這裡 就會有一個blender的檔案 就存在這裡 它就要點blend 好 目前这边就是关于我们最基础的一些blender的界面上的操作 我们的画面界面我们中间3D画面 我们的资产 跟我们一些 物件到之后会出现参数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n 面板我们这里可以告诉我们现在选到物件的一些基础一些参数 他们的位置啊 旋转缩放 像刚刚讲的中间 旋转 这里其实这里move这里也是一样 他这里有一些 操作 地板 透视 好 这个部分我们就等一下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讲